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所有的程式 都可以從我的GitHub這邊可以抓去 我相信這個簡報之後也都會share出來 大家之後就可以看 其實我在想 今天大家來聽課的一個重點的話 我是講就是這個Web的 Java在Web上面的發展過程 他的歷史以及未來的一個展望 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從第一代的 Java1的一個配方開始 那在這邊旅行這邊的話 有多少人曾經用過 可以讓我知道一下嗎 就Web剛剛開始的時候 沒有人 那其實在我第一次 其實我在學校的時候就已經接觸Java 那時候Java剛出來的時候1995年 那等到我真的開始工作的時候 剛開始都是寫C語言 然後寫CGI維族 那Java後來有推出severate 那當時也是用severate的一個方法 來去寫CGI類似的一個程式 不過那時候號稱Modistrate 所以相對起來處理的程序比較多 所以當時的程式碼大概就是這樣子 後來把所有的程式碼 後來寫在severate Dubus和Dugate的一個模式 或者service 那主要來講最重要的一個觀念 Web就是request以及 HTTP的response這樣子 OK 那接下來1999年的時候 TunkCat出來了 那TunkCat一出來就是三點插板 所以如果有人 我讓你們說 他曾經用過TunkCat一點插板的話 就知道這一定是假的 OK 那他改變什麼 就當時就推出了JSP的Spec 那JSP的寫法很簡單 主要來講 當時Microsoft的已經推出ASP 那其實我當面也寫過一下ASP 一直等到Java推出他的JSP的版本之後 那就轉到Java這邊繼續寫 OK 不過Java那時候有非常多問題 你要在頁面端 JSP端處理一大堆 所以Tri-Cash以後來一下又報 No Point Reception 或Io Reception 其實這非常能處理的 OK 那所以呢 就推出一個叫Strauss的一個framework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的架構 還停留在Strauss Framework 也美晴雲可能變Strauss2這樣子 那Strauss有 我們直接看一下他的架構 其實他有非常多的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呢 他是以Serverlet為做centralized的一個部分 那他當centralized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他非常麻煩去檢查他的程式 到底跑到哪邊 那上面有一個StraussConfig的SML 那你今天有個UIL進來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查這個SML 才能知道說 喔原來我要有哪一個action去接他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 他另外一個麻煩的是 他Asian Phone Asian Phone是很難去 他就是很簡單去接子 但是他convert的時候 convert相關詞的時候 如果你每一個頁面都要去有個Asian Phone去接的話 其實要寫非常非常多Asian Phone這樣的程式 那另外的話 就後來衍生出來 Asian有一個Dispatch Action 後來Asian Phone有Dynamic Phone 那又失去了原本Strauss的一個基本概念 OK 那forward到JSP forwardJSP的話 這也不是 就很多很多後期的front work 包括 像是包含Screen運行 他們都算是forward到JSP 所以 這邊就是Lock 中間 這MVC的架構 最重要的就是Lock 所有的business logic 都在controller這邊進行 雖然Strauss 現在大家都沒什麼能在 Strauss 1 Strauss 1 現在沒什麼能在用 但是 當時2000年的時候 他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創新 而且制定所有Java的開發的一個標準 所以 現在還有能沾用Strauss 沒有 好 那 Strauss的程式的話 其實他最大的還有一個問題 就非常難測試 他跟Servorate的概念是一樣 他也是要傳入 HTTP Serverate的Request 以及HTTP的Servorate的Response 這兩個都是很難莫可的 OK 那以現在如果你們要做TTP 就是Pay-Driven Development的話 是很難去做成這邊的測試 OK 好 那另外在 在當時2000年左右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很可怕的夢魘 他就是EJB 那 EJB EJB的話 簡單來講 還可以分兩塊 就是 因為就是有這兩塊東西 所以造成後面的Open Source Community的一個發展 所以大家才有機會做在 就是 才會有Java的Community OK 他裡面有 Entity Bean Entity Bean 簡單來講就是跟資料庫的一個溝通 但他也 他主要來講 就是讓所有人的程式開發 他不是用SEQUER跟資料庫來去做溝通 而是一個ORM 就Object Relation的一個Making模式 那另外Session Bean呢 主要來講 那我們來控制相關的Session 那可以抽出來 而不必每次都寫一個 Carnation的BB Session Carnation去考命 這樣的一個程式 OK 我相信 說真的 我已經 正少十年沒有寫 有關EJB的東西了 那 主要來講 他們大概 除非講課的時候 EJB3 我還會講過一次 那 他主要來講 就要去 implement的一個Session Bean 如果是一個Session Bean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他必須要寫 他的Life Cycle的模式 包括Active 等等的一個方式 Active Review 這非常的補血 OK 那另外的話 還要另外建一個法煞 然後要向你的Application Server 去要那個Context 那你們曾經 如果有比較多寫的話 Initial Context 可能是要Data Source的部分 可能有 現在還是 向你的Watch 要Data Source 包括可能 大家比較少 少會去知道這一塊的話 可能你們都已經用 Commerce Commerce Pool DBCP 類似的 用設定檔 不過他的觀念 也都是 向Server去要相關的 就要一個物件 來去把它內容轉型 成為你要的那個物件 這個地方非常的耗資源 而且非常難用 所以 另外的話 有一個設定檔 那不過呢 他這邊有一個創新 就是把SEQUO 寫成物件導向的QL 他簡稱為EJBQL 這樣子 虧欲認入為局 好 國家越 越不聽 民眾的聲音 就會引起反彈 所以 反而是 因為當時SUN的一個設計 而且 硬推EJB 後來沒想到 社群就有一個鴻螺的發展 所以 我們 可以稱第一個時代 是一個黑暗時代 OK 好 那接下來進到第二個時代 的一個部分 第二代 那主要來講 測試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我相信 包含Eclipse後期 大概02.03年 就Bondle在Eclipse3以後 都有Bondle JUnique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 雖然JUnique 出現很早 但是 大量被使用 被討論 都是Unipaste的 使用 大概都是03年04年之後 那這邊的測試方法呢 這 用JUnique3的一個寫法的話 就是以Paste為開頭 那 以新的寫法 大概就要加了 就可以做測試 那 測試為什麼很重要 如果你們參與過 大型專案開發的話 你完全 完全 如果很容易發生改A做B的一個模式的話 就是你們 程式coverage寫得不夠的一個情況 就很容易造成這樣子 後來呢 裡面測試 如果到後期 可能用Junkies 那個 Junkies的一個配合 來去做NineQ的 的話 NineText 來去讓你的程式網的品質越來越高 好 好 不過重點是Heavenay 就是 Heavenay的部分呢 就在2001年出來 它主要攻擊的對象就是 剛剛講的EJB的NTPP 那 它的一個模式的部分呢 就是寫法會非常簡單 就是它寫相關DAL啊 用C選 那主要來講呢 你也可以把這些程式網 都在剛剛講的Toncat之上 那就是所謂的LineWayt的一個 就是開發模式 後來它也提出了一個新的 query language 那就是Heavenay的query language 減三HQL 後來另外呢 它也提供後期又做了一些quiterior的東西 那所有的開發越來越趨近於物件化 而跟QL越來越脫離這樣子 後來我們如果看到這樣的一個 Data Assessed Object 的DAL 就很容易發現 它的程式網還相對的 比剛剛看到EJB簡單 但是都可以達到相同的功能 所以一瞬間 當時如果你們寫超過10年程式的話 大家都已經全部都轉向用Hypernet的機會 的情況就非常多 OK 不過Hypernet就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它Transation控制的話 其實是非常繁瑣 所以如果你們剛剛看到那個DAL的話 我在儲存的時候 Transation我就要去 先問到上面 就需要去Begin Transation 後來結束的時候 在Sation Perus之前 我要去必須把它Committed掉 那所以呢 大家都會想說 我今天是為了一個程式 所以我在頁面的Begin的時候 我進來 就用一個Filter 把它去做一個欄截 那在那個時間點 我就把全Sation比拼起來 它一直到後面的時候 我就是Get Current 就是Current的一個Sation 而不必不斷的去 Begin全Sation 考密 就在必要的時候考密 那失敗的時候 就把它都Begin掉 那所以呢 Check Station的部分 大家就交給一個Filter 那時候 Hypernet做法 大陸是這樣子 不過呢 所以演變到後來 就每個公司或每個人 都自己Hypernet的UdLity 來去Open Station 去Close Station 或Gate Station 這樣子就會變成程式嗎 會變得非常滾濁喔 就是或者是 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時候 應該去做什麼事情 導致 你會有所謂的 Lady Insolization 這樣子的Exception發生 OK 不過再過兩年 後來就有Supreme了 Supreme Framework 其實是 包括我們的公司 到目前都是主力的中心 Framework 那它主要當時推出來的話 就是IOC 就是說 I call you 不要是被你呼叫 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準備好一個interface 到底是誰來使作 而這邊的話 是可以被注射進來 它的觀念就是這樣子 OK 那我們來看簡單的一個Supreme Supreme的一個概念 那這邊的話 他們有提供大概兩種注射方式 一個是contractor的注射 那大多數人都使用set的一個inject的方法 那你另外會有一個搭配的一個xml 來去設定說 我這個DAO是要知道哪一個class 這樣子的一個設定 OK 不過經過這樣的演變 就你導入了hypernet以及Supreme 那不過很多人當時的MVC的部分 還是用Stress為主 所以當時就有所謂的in真人的話 大概你們看當時印尼是要教法的人才 就是要懂SSH的架構 就是Stress,Supreme and Hypernet 這樣子 OK 那所以送身之後呢 我們在lineway 在dunkhead 可以快速測試 快速部署 快速開發 快速開發 對 那這樣子不斷一個cycle 我們就可以比較能夠 著重於自己的business logic的一個部分 OK 好 那我們現在講第三代的一個Java 1的架構 好 這邊的話大概是04年的時候呢 Tiger出來 就是Java 5 那現在Java 9可能在明年就會出來 那Java 8 Java 8大家已經導入正式環境在用了有沒有 OK 好 包含我們公司 包含我們公司現在主要的 現在已經都達到Java 8了 那不過Java 8有Java 8的費 沒有應該說Java 8有非常多好處 不過那大概都是你們應該聽很多 那到時候有機會在Option都是最大的 我覺得現在對我來講最大好處 包含Java 9之後呢 可能是Jigsaw 就可以把所有的Java library 就insend library 我需要用到的才用 那不過Java 5這時候 主要來講是它Java 8和Rotation 主要來講是這兩塊 那在這之前呢 大家很多可能會把一些用氣層關係寫 Base PAO Base Asian 或者這樣的一個方式 但是不能解決Java 8的這樣問題 OK 那Java 8到底是什麼 Java 8的DAO的話 其實這是Java 8的DAO 它可以擺個T 那T這個情況呢 就說我可能是某一個Type的 某一個Type的Class來放進來 那這邊的話就說我寫成是未來以前 可能每個Base繼承的話 我都還是要寫Find the O 因為不同的SQL 不同的Table 我要面對不同的一個情況 很多古代的方法 可能會在Contract裡面 傳入Table的名稱 下面就寫Select from 那個Table名字 類似這樣的方法 不過呢這樣子寫 就五大MASER Find O,Find One,Instagram,Delete 五個這樣子 全部寫完的話 換句話講 氣成它的一個物件 就不用再去寫相關的MASER 只要鑿鑿於你需要用的 像Find the By Call 或者Find the By Name 這樣子比較有跟邏輯有關的 那一些DAO MASER OK 好 那另外A-Rotation的部分呢 包含Spring 2.5版之後 就有了相關的A-Rotation 那A-Rotation大多用在 A-Rotation大多有幾個 就是說在你開發的時候 就在Compile Time 後來在Long Time 還有另外A-Rotation Compile 喔 算我有點忘了 不過像Service呢 它就是在 我在用的時候 它會被Compile進去 那換句話想 我就可以去做Package的Scan 那Package的Scan 就可以說 喔這個Clairs 是屬於 它被標示為Service 所以我就不再用一個XML去說 喔這個需要用到 Book Service Implementation 來去實作 Book Service這件事情 所以A-Rotation出現了 那我們完全取代掉XML部分 包含Spring 3.0之後 也提供了A-Rotation Service A-Rotation的Spring filter 那你們完全不必寫Wavement.xML OK 那另外一方面 Hypernet的部分 也提供了一些 Hypernet到E-ZB3加入了 就是JCP Community Process的組織 那它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建議 那所以E-ZB3也提供了非常多的 Rotation的定義方法 主要來講呢 我們在A-Rotation的部分 就不再去像以前有Hypernet的XML 來HBM.xml 來定義說 它主要以前的定義是 我這個Color的欄位形態 長度變數等等 與這個Object屬性的直接關係 那現在都不用了 只需要在Rotation上面直接標示 這樣更直覺 而且你不需要不斷地一下開XML 一下開Java的E-Glyphs 來去做互相編輯 這樣也不必對 你這邊SBM Code的話 就直接上面就是SBM Code 也許是Alternut 你就不需要去花很多時間 去了解說 在那邊CodeB-Pacer 又害怕打錯字的這樣子Type-O-Error 好 好 自從2005年的話 就Google那時候 其實A-Rotation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技術 它更是徹底打敗XML的一個重點 那現在大部分在傳輸的時候 雖然A-Rotation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是以XML為做browser 以及server端的資料交換 但是後來呢 多數都直接使用Json 後來這時候要講JavaScript的部分 就他們只是名字一樣 那當時NextGap那些他們是 反正總之JavaScript不是Java 我希望不論你們今天是不是到Java的 就有人問你們這問題 就我們絕對不要答錯 而且初期 JavaScript只亂在Karen段 有時候有人來找我面試 我會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亂在社會端的人 通常不會到我們公司那裡 好 好 那06年呢 因為JavaScript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JQuery跟Java無關 JQuery就當成JavaScript的 framework OK 那JavaScript它簡化了 它非常簡化大家開發的 就在頁面端 大家forward了一些資訊到JSP之後呢 它可以幫你找到很快的 其實JQuery就是 query這個HTML 這東區裡面的一個element 那你快速的做變化 所以相關的JQuery有非常多的延伸的應用 包含像JQuery的UI component式的方式 那 那我們 就不再限制 就 慢慢的 就JQuery的出現 那 那所有的開發 慢慢偏向 有區分 front-end的開發工程式 以及 back-end 那 那 想當然了 Java就屬於比較back-end 就比較做黑手的部分 OK 好 那這時候稍微講到一下REST 那REST其實提出的時間很早 好像在1999 99幾年就提出了 OK 那主要來講呢 HTTP HTTP的MASAS大概有十個 有關海 不過主要我們再用到REST裡面的話呢 我們希望每一個網址都是一個支援 這邊 如果有人專門做廣告或做SEO相關的話 你們是直接經營B2C的支援 像以前Stars就會開始 Action Action Type等於Insert 後來後面帶一大堆有的沒有東西 那些支援是沒有辦法的 去被理解 就是 被Google社區 Search Engine去理解 那些到底是什麼東西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它是一個支援 就是說 這是 就是Each Student 後來有多少個class room這樣子 就很明確的 我們就會知道說 這個資源到底是什麼 那換句話講 Search Engine更的知道說 你這些支援是什麼東西 就利用著HPTP的MASER 裡面有GAT、POOT、POST以及Delete 這四個主要MASER來對這支援來做事 那支援的話大家比較習慣是用UI的部分 就是一個resource 大家比較習慣是用複數型 那摸摸看Depest Depest Depest 那另外的話 當然GAT 如果GAT 一個collections 的一個resource 的話呢 就是回傳杜比資料 如果取得單一的GAT 那就是一個Vue的一個 Vue的一個 Vuechiff 這個單一object 那對於我們在Server段正面寫程式的話 那這時候使援是更麻煩的 它需要用到 好 這是Priam的MVC 好 那我們就需要去把Jetson Data 來去做Parser 把它補回到Response Response到Client段這邊 那下午就有Jetson 來去做Jetson的Possession 那JetsonPossession的話 其實它是非常簡單的觀念 那 就基本上就是用一個 ObjectMapper 來去啟動起來 這是Jetson裡面 而不是Jetson 那它可以針對 你這個 Object 來去把它寫成一個檔案 或把它write一個 Io的詞區 把它寫到一個 separate的詞區 到克蘭段這邊 或者是我收到 這些Jetson的Request 那我把它轉成一個 我要用的一個class OK 好 到目前大家都覺得還滿簡單的吧 好 那沒問題喔 其實今天的講題 是希望大家能保持不斷的動能去做思考 而不是要教會大家某一項技術 OK 其實到了07年 那時候 賈伯斯在台上拿著iPhone開始 恐怕大家可能都是覺得說 喔 那個PDA而已嘛 所以那時候得到關注真的不夠多 OK 每條到08年開始 09年開始 所以導致大家 現在有人拿Nokia的3310嗎 應該沒有人拿 還是拿Monora小安克 還是不是拿Smartphone的 舉手一下好不好 不是 哇 真的是 很搞不起 那因為前 上個禮拜 盤基電才跟我講說 喔 他們換了Nokia的Smartphone 終於 因為Nokia不再出3310那種單純手機 可以打電話和接收手解訊的 終於也是一個Smartphone 不然所有的功能都 什麼功能都沒有 全部都被Lock住了 OK 所以現在要找到那個舊手機 最難的就維修了 OK 那時候3G出來了 OK 3G出來之後呢 導致了就大家APP的一個盛行 OK 不過大家就是 這是keeping more的一個myself 就是keeping simple and stupid 我們做的東西 也許有些人 現在就是在startup那邊做事的話 就是不斷的keeping simple and stupid 這很重要 就Kiss的一個原則 不要做太複雜的東西 如果你們做startup做得太複雜的話 就注定示範 OK 就像你們的Ideo就非常簡單 像Uber 它就是很簡單 它就說我要提供一個租車服務 那從A點到B點 它能提供現代科技 因為Smartphone裡面有GPS 來去監控大家的點 或者Googleman 可以計算兩點之間的距離 那所以應用現代科技來解決 解決以前不能做到的事情 就是一個領基 包含像Airbnb等等 好 那接下來就是 跟大家討論的是一些想法和問題 後來 只是說你們當時有沒有想到 後來你們怎麼去解決它 還是你們一直保持舊的方法 在做以前的事情 就像我們的Enterby 有人叫ValueObject 有人叫ChanceableObject 有人叫ChanceableObject 反正就是 我們怎麼樣 在Java中間傳遞的變數呢 大部分都是標準 最早期的JavaBin的一個定義 就是CreateName 後來之後就會寫 就是Control 的都市區 GaterState 的State 那你們不斷的 現在應該不會有人慢慢去打 GaterName 或StateName 這樣的一個模式 而是你們大概就是按Eclipse 都要每次寫完一個ValueObject的時候 可能就要按右鍵 去Gerrate這些SourceCode 其實像這邊有個ValueObject 它是叫Java Engine Java Engine 它其實下載的時候 會提供一個Java檔案去執行 它執行的時候 會叫你去找到這個Eclipse EXE的Ford在哪裡 那主要來講 它是去改變 它主要來講是加了這一行字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 它只是去說 我們這個ValueOb 可能有一個路徑 可能你放在ETC上面 OK 它加了這一行之後 它就在你的Compile的時候 它就幫你做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你們希望 靠著Eclipse去做傷性的話 那就是可以用Java Engine的寫法 在Compile之前 我就讓它去自動產生一些程式 好 那Compile出來的CleanX是符合各位享用的 OK 像在這邊的話 你可能在你的Entity上面 加一個Rotation的一個At At Data 那就包含了都市區這些東西 像我個人的習慣 我都會單純寫Gater或State或都市區 就是獨立寫 而不會直接用Data 因為這樣子會 因為有時候會有那個 產生Jetson Data的時候 會有時候會比較多問題 那Log的部分 如果你們用Log4j 或是誰 因為 那在產生Log的時候 你必須在每個程式的 大概在下一行都要寫Log Data 治圖 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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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ק Data Jetson Jetson Third abused долларов Data 那講第二個 question 那DAO的部分呢 開發就是每次都要撰寫 就是剛剛講的 像session open session 或get a concurrent session 這樣子 或去做筆勵 或去寫一些西果 那我相信大家很多 甚至用最低文的convention 在去做事情 其實現在已經是2011 快要到2016年 大家可以不必做這麼多事情 後來Spring呢 有提供Spring Data Spring Data裡面有Spring的JPA 如果你們後面是MongoDB Consagra的那些就是 農機構的Database 也都可以support 它最重要的觀念是 這些都可以被產生的程式嗎 就是DB的convention 我應該只要說 Find版內 你就直接幫我卷出 Select from Select from Book 或者Name給我傳入的變數 這樣的一個概念 OK 所以呢 這樣子的程式嗎 就是需要這樣寫 第一個 達Spring Data的重點 不要再宣告KS 也不需要再寫任何KS去implement它 它只需要去繼承一個reputery用 有JPAreputery或CRIUD 都可以用 後來傳入你用的KS的type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只要著重於你的MASER 那只要你不要定M的為你的table名稱 或者ORER 這種很奇怪的西口語法定在你的Color name裡面 也讀上 你應該都可以用得很開心 那所以呢 這樣子寫的話 就等於說我傳入ISBN code 我就回傳式單一物件的時候 我就是等於是Select其中一個 而且它會 如果你Select多個的話就會放錯 那或者是我是用list來寫的話 就代表我一定是撈出多筆資料 那另外呢 它也support了Pageable 就是有分頁處理的功能 OK 那這邊它語法 不過這字比較小 我就大概來說明一下 就是有end、or 或者是like 我剛剛sample就有like 就是Find by name like 就是傳入的name 就是它就會下like 而不是下 以國這個名字 那這旁邊都會有它的一個說明 OK 它產出了這批QL的一個方式 就會產生這樣的一個程式 OK 好 那接下來講的是Java的一個管理 我相信所有在寫Java的人 在當初大概就是一大包 不知道這個Java到底是幹嘛的 反正前輩用了 我就給它複製進來 那個library的folder 可能長了20個folder 這些folder的之間關聯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衝突 一些像比較常用的 像Commerce的collection 像Apache的小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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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我們懂了這樣子的烏龍 OK 那時候前輩跟我們講說 一切都是靠經驗 不選的那種經驗 OK 那所以呢 大家未來開放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要 像可以有Maven或Grandall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包含之前Spring Framework也有提供一個Ivy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他們簡單來講就是Project Management 不過對我們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一個Grandall file的一個關聯性的管理 OK 他的設定方法呢 大概就這樣 Maven被人家唾棄的比較多的方法是 他還是XML 現在好像是XML大家都不喜歡 OK 好 XML最大的問題就是 看起來比較農場和麻煩 其實我個人不白斥 另外就是Grandall Grandall裡面的話 比較大的一個特色 他可以寫Groovy的語法 來去做一些更多變化 包含你做完事情之後呢 你可以像JavaScript那邊 可以用Bowler來去做類似 也是一樣Library 就JavaScript的Library的管理 這樣子 他們用類似Grandall的一個模式 Grandall來去做一些Compano的一個動作 OK 反正總之呢 這樣來做的話就非常好用 後來我講一下 我們有另外一個專案 為什麼一定要 一定要用像這樣專案管理 我們有一個專案 因為時代已經9月 它還是停留在10x11JP的一個專案 我們開發應該第六年 第六、第七年 後來之前還有三、四年 OK 那加工沒有什麼問題 基本上就是S 10x11JP 但是最大的一個問題呢 它裡面有五、六萬支的Java黨的程式 那換句話呢 只要你按下Rebuild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喝一百杯咖啡吧 就自己沖 自己沖泡 洗乾淨之後自己沖 大概一百杯 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後 才會Rebuild的完畢 所以後來大家都用一些奇怪的方法 來定調這個情況 所以更好的方法是把你們的project 切成各式各樣的Suppermodule 那這樣子你們產生出一個Java黨 後來去做Release 去管理Release一次一次的一個Java file 這樣子才是比較好的 OK 好 那我們來講到V5端 V5端其實是 我覺得在所有 不論你今天用哪一個程式語言 就是 不論你今天是Nubiang、Nubiang、Nubiang、Nubiang 所以 V5端非常難開放和Reuseable 這其實是 因為User的使用習慣方法都不同 那所以 像Java就像JSafe這樣的東西出來 然後不論你是用RichFace 或者是那個Apunch的 Apunch的什麼 MyFace 或者是I-Space 都很難用 OK 那之後呢 其實像現在比較多方法 因為以前的Component JavaScript 其實沒有所謂Component的話 那雖然JQuery是有 但是它還不是一個 就是MV星星啊 什麼有人叫MVP 有人叫MVDM 各式各樣的名字 我才想過兩年可能 因為JavaScript這兩年變化真的非常快 那如果你們參加過JavaScript 那如果你們參加過JavaScript 的Conference的話 兩年前全都都是在JavaScript這一次 你一點差半 那去年就講如何 必升級到會一點差半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年又推出 今年Facebook Facebook 推出React React 又要討論說 因為React 是條點六端的一個處理模式 那它怎麼跟Fox 來去做 做整合 它是一個完整架構 其實 不過對我們Backhand 很可憐 很可憐 Java都變Backhand 對 那 我們在Backhand處理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 我們跟它去做絕層的不同 OK 其實 因為Java桑子 我就不贅述太多 有關那個這邊的控制了 不過 因為JavaScript 有Front End 寫著有React 我覺得React 應該在兩年後 應該是最主要 因為它有React的Native 它可以做Mobile的一些應用 比Angler這邊 應該還是台西莫更強 OK 好 基本上NBC不再是SERV端而已 那我們可看端也有一些切割的一個模式 OK 好 那 最後一個 其實早上有一堂課專門在講SERV端 OK 其實原本我們有小組配SERV端 是聽到說大家可能 他講太多了 他講太多就死交 OK 不好意思 他有沒有在場 OK 其實SERV端大家很要的理解 它其實就是很簡單 很簡單的一個東西 就是SERV端對一些工程師來講 是有點複雜的 其實他是想簡化大家去設定SERV端的一個困擾 OK 那所以呢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SERV端 SERV端之前其實要掛三個Rotation 現在 Enable什麼SERV 等等 我現在不用 只需要掛SERV端 Application 還蠻容易記得 這樣就進入了SERV端 它會根據你的Application Producting 這樣子去配置你要的SERV端 它觀念就這麼簡單 換至於你用Maven或Grand 來去設定你要Depens哪些Library 它如果自己去找 你就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去學習 怎麼去設定SERV端 這樣子 你唯一要看的就是到底有哪些Property 像Depassel的東西 我要連結資料庫要怎麼去配置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去寫 自己的Starter OK 所以他早上有沒有講 如何寫Starter 好 你們沒人聽 好那另外的話 寫測試的話 其實我不覺得 現在叫我開發 叫我學一個Franwork 或一個Playform的話 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找他們 Checkout出來之後 或我破下來之後 我就是看他們的Text Code怎麼Raw Raw了Text Code 我大概就知道他們的運行模式 然後再去Trace他們的程式 OK 所以像我們自己要測試的話 就自己寫程式怎麼辦呢 那就是 Supreme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這樣子去找 就是剛剛你要的那個Application 他就自己去配置你的Compicuration 而不用像前一樣再去寫搭配XML 那有了這一塊呢 再去用Runways 後來Runways就Supreme有提供 跟Junique的Port 以上的一個Runner Class 那他就很簡單 換一個O2Y 這邊 通常我也會掛一個SLF SLF4J 那是Noblog裡面的一個 一個 Rotation 來去 就不必寫那些Roger 好 因為 我自認我自己 自己沒有辦法做到動腹前級 就是 最好的方法的話呢 就是 我們看著這個時代潮流 就是說 我當時雖然很幹條 每次DNO都要去寫這樣子 我卻沒有辦法去做出一個 Spring Data的一個Open Source 來分享出來 所以呢 我們只要掌握趨勢 就是 或者我相信應該很多人 可以做到The Base OK 那我說我個人 能做到掌握趨勢 我知道趨勢要怎麼做 我想要跟隨它 自然就不會被時代所拋棄 那一直在走舊時代的東西的話呢 那 遲早會被一些新人類拿來收取代 OK 這是我現在的教授講的 我覺得他這樣很有道理 好 這個 我們現在的台北市市場 OK 那現在我們做的東西 不要再去想說 我一定要follow什麼標準的架構 一定 大家50個人 我們聽 就是口握的時候 要有那個Namingua 會有開發的風格 這盡量一樣 但是不要去想說 今天oro 他們說 一個official 一個spec是什麼 Nobody 真的沒有人在take care 他們到底一樣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快的打慢的 後來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像Ruby啊 這種Ruby看的 其實我真的很難理解 為什麼 Ruby的考驗問題 怎麼瞧不起 你自己教吧 你們有這個表情嗎 好 但是說實在的話 我覺得寫Squire 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對 好 那 反正總的言之 他們覺得直接編寫 就直接Ruby就很快 剛剛講的Squire 你們再加上有一個東西 叫Squire Nobody的一個東西 就等於直接打 它就 你根本就直接refresh你的頁面 就可以直接看到最新的結果 而且你幾乎不會有感覺到 就是用程式depoint的那些事件 而且我真的覺得 應該是程式做好之後才去depoint OK 好了 不用拍了 那 今天 今天要說的大概就是 Google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不過我可以分享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說 接下來 Java可以做什麼 為什麼 Java現在變成一個 不再 就變一個是一個VM JVM的一個品牌這樣子 那包括 早上JRuby做這個以後 來說明 還有 就是像這樣 就可以變成一個Squire 可以run在這邊 為什麼 大家要來用JVM來run 他們的Squire Nobody的手寫的程式 最重要就是一個 VM非常做Cluster 是非常強的這一塊 所以大家可以用這方法去做 雖然用 如果你們今天要用 Java類的Squire 可以選 Groovy 或者是用Squire 這樣的一個模式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覺得不論是Java One 或台灣的Java的論壇或討論 都慢慢朝向兩件事 不是就是 就Big Data 很喜歡講Big Data 他們用的是怎樣的資料庫 所以 Java你們如果未來的話 可以就是 對 所以如果你們有人是 資訊相關背景 或數學相當好 可以研究一些Algorithm的話 可以朝這方向去找 那 Java也非常多 Library support這些東西 OK 那另外一塊的話 就是Cloud OK 剛剛上一個就講Data 這是Google Data Pro 像Cloud的一些應用 大概也沒有比Java更容易 去做Integration的一個模式 所以 快的找慢的 最重要的是 Java就是代表分享開放的精神 大家都可以學時找到 別人精神好的Library 就可以馬上抓來用 OK 那今天 演講就到這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 OK 那就謝謝各位 好 raising 你 看看 你 說 你好 好